中复神鹰科创版IPO过会聚焦客户需求坚持自主研发 上交所科创版上市委员会2021年第96次审议会议于12月15日召开 审议结果显示 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符合发行条件 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这是今年过会的第392家企业 中复神鹰是一家专业从事碳纤维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对外销售产品主要为碳纤维 随着2019年以来 封电叶片领域碳纤维需求的快速增长 国产碳纤维需求量大幅上升 国内碳纤维企业的盈利空间 不断提升未来我国在航空航天 汽车等行业碳纤维需求市场存在进一步增长的空间 行业的竞争也将越来越激烈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持续创新能力的企业 将在未来竞争中占得先机 从而积累形成了多项核心技术 截至最新说明书签署日 以系统掌握了碳纤维T300级 T700级 T800级 M30级 M35级千吨级技术和M40级 T1000级百吨级技术 在国内率先实现了干喷丝仿的关键技术突破和核心装备自主化 率先建成了千吨级干喷丝仿碳纤维产业化生产线 目前已取得59项授权专利 其中发明专利26项 公司目前碳纤维产能已满产 产品公布应求 目前 公司正在建设西宁年产1万吨高性能碳纤维 及配套原丝项目 预计将于今年逐步建成投产 该项目建成投产后 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碳纤维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公司在行业竞争中的优势 也有望进一步提升